大家好,我是Ray,欢迎打开MR档案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今天我们来说说著名的黑帮,地狱天使 Hell's Angels 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摩托党黑帮 地狱天使却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帮派 他们说自己就是一个摩托车俱乐部 咱们披加课上不是都写着MC了吗? Motor Cycle Club,了解一下 这么低调的定位跟他们的马达轰鸣,山洪海啸的阵仗反差不要太大 地狱天使有自己的官网 他们制作广告宣传片,也出售纪念品周边等等 不过最具标志性的疲惫心是绝对不卖的 提醒同学们,为了生命安全,也不要买他的山寨产品 千万切记,其严重后果后面会说 地狱天使成立于1948年3月17日 Bischoff家族的几个机车手在加利福尼亚缝制着 第一件有燃烧骷髅logo的皮加克 宣传语,Pissed Off Bastards of Bloomington 翻译过来就是布鲁明顿愤怒的混账狗娘养的 后来,娱乐部主席Alson觉得这个名字太中二了 就改成了地狱天使,这是他参加二战时所属的飞行中队的名字 说起来,这个飞行中队跟中国也有渊源 因为它就是美国飞虎队的直属第三中队 在唐纳德将军的指挥下在中国境内作战 合着这守卫帮主开着飞机在中国本土打过日本人 而且人家地狱天使的博物馆里 还有蒋中正签名的认证书呢 地狱天使的发展壮大是在二战结束后 那时美国百业带心,年轻人用速度和对自由的向往来释放心中的激情 而地狱天使提出的口号也非常应景 Ride hard and play hard 用力提醒,敬请享受 这些骑着哈雷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年轻人 唤起了人们对当年西部拓荒的热血精神 成为新一代穿行在钢筋水泥中的城市牛仔 那个燃烧的骷髅头迅速烧遍了美国,发展到全球 到了70年代,地狱天使在六个国家发展了分布 到了90年代,发展到了29个国家 成了名副骑士的全球兄弟会 80年代的时候,地狱天使迎来了他们最著名的帮主 Tony Berger 他19岁入会,一路做上了第一把交椅 他致力于打造地狱天使健康的社会形象 做了不少公益活动 这位帮主后来得了喉癌 常常用沙哑的嗓音说,我们是一群向往自由的骑士 我们不仅不会伤害任何人,还会保护弱小者的权益 在他的努力下,美国社会开始对地狱天使表示出了包容和理解 Burger甚至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时传递过圣火 不过随着组织的壮大,地狱天使进入了令他们蒙羞的领域 贩毒 尽管他们官方从来都不承认,但是帮助Sony Barger在任期间 贩毒的确是地狱天使主要的创收项目 Sony Barger的另一个举措是把地狱天使纯白人化的 他公开表示我们只收白人 黑人弟兄,麻烦请加入隔壁的龙帮Dragons MC 那他这个举措有没有被玻璃心的黑哥哥们吐口水淹死呢? 并没有 不仅没有,地狱天使和黑人龙帮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 双方成员经常一起在高速上切缩车迹 他们还经常进行交易往来 几十年间双方见血的次数都很少 因为他们两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蒙古帮Mongos 所谓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 蒙古帮其实跟蒙古没啥关系 他们主要的成员是墨西哥来的Amigo们 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第一任帮助William Queen 向往成吉思汗铁蹄踏遍天下的英雄豪气 现在他们是把骑马变成骑摩托车了 蒙古帮自1998年成语 比地狱天使晚了四十年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成了地狱天使的眼中钉 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一件皮夹克引发的血案 帮派一般都有自己的logo和皮夹克 这种统一着装除了打造形象的目的之外 还能够在帮派群殴中避免误伤自己人 所以这些着装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比如有的帮会只有小高层往上才能穿没有袖子的疲惫型 长袖夹克是小弟才穿的 logo方面也有说的 上面一行字是帮派的名字 底下一排是峰会的地点 蒙古帮不幸踩了下面这一行字的雷 他们从一开始用的就是帮派的发起地 California加州 而地狱天使的总部和创始地也在加州 蒙古帮大大咧咧的把加州的字样秀了上去 这可是犯了地狱天使的忌讳 明显是没把老大哥放在眼里嘛 于是地狱天使表示了一下温柔的抗议 他们找到了给蒙古帮缝衣服的厂架 一把火将几百件库存烧了个金光 黑帮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最初黑白两道都觉得 地狱天使碾压个蒙古小邦 不就像个打响指一样吗 用不了多久 这些Amigo就得回墨西哥老家种玉米了 但是Amigo的战斗力可是出乎意料 他们从墨西哥走私的枪支弹药 源源不断的进入美国 他们当中的手工地还自制了很多土手枪 土炸弹 这些玩意儿长相虽然搞笑 杀伤力却极大 反观地狱天使呢 他们的坐骑帅气拉风吊炸天 武器却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地狱天使偶尔使用手枪等现代武器 绝大多数成员使用的还是匕首 班安手 还有他们这个专利产品 源头锤 这种锤子坚实耐用 重量称手 容易携带 近身肉搏是来这么一下 分分钟废人武功 简直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神器 最重要的是随身携带这种兵器 不需要任何许可证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 多年来警方早就对地狱天使做了额外的关照 重点监护 看到他们有异动 警方立马做出反应 而通常的手法就是 在地狱天使必经之路上设立路障 检查非法这功夫 约架内方等不及早就鸟受散了 所以手里有枪却相对被盯防较少的蒙古帮就占了优势了 另外Amigo还有个特点 扛打 不怕打 不怕死 拉锯战 自你蒙古帮小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打越多 成了南部几个州的第二大帮派 他们继续穿着加利福尼亚皮克 在地狱天使面前晃来晃去 在这个背景下 2002年两个帮派迎来了黑帮史上著名的内华达之战 4月27日 每年一度的全美摩托大会Loftin River Round在内华达州举行 有54个大型摩托车俱乐部受邀参加 超过25000辆摩托车云集 地狱天使和蒙古帮都在名单上 为了显示实力 蒙古帮100多号人包下了Harris Casino and Hotel这个宾馆 地狱天使的成员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处酒店 可是内华达州的警察却非常紧张 分派了警力重点监视这两个宾馆的动向 风平浪静的到了最后一天 三个地狱天使大摇大摆走进了蒙古帮的酒店赌场 这非常具有挑衅性 三个人却不以为然 这个赌场又不是你家开 你想尽就尽 当然没过几分钟 这三个人就抱着脑袋被人从酒店揍了出来 于是他们打电话 开始摇人了 监视地狱天使的警察见证了非常惊人的一幕 不到三分钟 人头攒动的地狱天使酒店大堂 突然就没人了 200多辆摩托车浩浩荡荡杀向蒙古帮的酒店 警察迅速通知另一边的警员做好准备 但是群殴已经无可避免的展开了 正在喝酒 赌钱 把妹的蒙古帮 突然看见一百多号胖大汉子拎着锤子闯入酒店 一时间喊杀声四起 蒙古帮成员头破血流 酒店员工到吧台底下躲避 经过了一分多钟的慌乱之后 蒙古帮有人掏出了手枪 把冷拼气斗争直接进化了一个层次 压制住了这些杀红了眼的锤子天使们 整场泄斗进行了三分半钟 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他们看见一名倒在血泊中的地狱天使 正在用手指把身体里的子弹给抠出来 他的理由是 不想带着仇人的子弹死去 盘点一下战况 一名43岁的蒙古帮成员被捅死 地狱天使方面死了两个 全部是枪伤 另外双方还有12人重伤 所有酒店员工 还好毫发无损 警方一共逮捕了72名黑帮成员 这是警方第一次对如此之多的人 同时进行起诉 6名地狱天使被判二级谋杀入狱 蒙古帮这边也判了6个 内华打一战之后 地狱天使和蒙古帮的矛盾也更加激化 他们的街头泻斗此起彼此 纵火爆炸案件时有发生 警察决定在同年7月启动代号黑饼干的卧底计划 联邦特工Jay Dobbins人称大脚被赋予重任 成为第一个打入地狱天使内部的警方人员 地狱天使也许是最难打入内部卧底的一个组织 要成为他们的一员 总共分三部 首先是要有一个地狱天使成员牵线担保 成为一个外围的游荡者 游荡者只能够在地狱天使地盘的周边活动 时不时可以得到正式成员一起齐行的殊荣 然后就是帮忙跑跑腿送送货之类的事情 或者是在帮派泻斗的时候帮忙忘风 要这样一年以后 游荡者才能够升级为被观察者 被观察者基本上就是给地狱天使干脏活用的 打扫战场运送毒品 给头头们送送马子等等 一天24小时随脚随倒还不能有怨言 第三步这也是最困难的最后一步 Take care of the business 这是地狱天使内部队执行任务的说法 在这个考核中 要执行非常严重的犯罪任务 甚至是杀人 如果被观察者不能够执行 本人甚至会搭上一条小命 只有通过了最终任务 他才能够穿上有骷髅头的夹克 仔细研究之后 美国的烟酒枪炮和爆炸物管理中心ATF 联合FBI专门针对地狱天使 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卧底计划 他们下了血本 为了这次的行动专门创立了一个帮派 叫做独行天使Solo Andrews 设计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帮派背景 还制定了一套可信的帮规 有自己的logo和披加扣 但是这个黑帮里面所有的成员 其实全部是联邦特工 他们以一个帮派的形式和地狱天使去接触 目的是希望通过帮派合并打入地狱天使的内部 剧本成型之后就是选角了 他们对这些特工演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首先外形就要长得像黑帮才行 身高体壮 绑大腰圆 人狠话不多 最好还有纹身 其次要精通枪械刀具 头脑冷静临危不乱 最后的要求 熟练使用各种毒品 只能说特工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很拼 他们最后挑中了31岁的大鸟 他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习 橄榄球队员 身体素质超群 毕业后被招进了ATF当特工 在这之前他卧底过几次毒品和军火交易 全部取得了成功 他符合这次行动的所有要求 而且他还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优势 他为人可靠 对ATF绝对的赤胆忠心 可是有个bug 就是这个人他不会骑摩托 你不会骑摩托还加入个屁的摩托党 于是ATF赶紧请人过来交他飙车 但是大鸟在这个方面有心理障碍 小时候坐他爹的摩托车出个车祸 对摩托车充满了恐惧感 坐上去就全身哆嗦 随着计划开始时间的逼近 临阵换降已经不大可能了 大鸟开始服用处方药镇定剂 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同时他又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 来保持自己的精力 在这些药物的多重作用下 大鸟终于考核过关 开始了卧底计划 为了保险起见 ATF给大鸟安排了一个绰号 为Pops的副手 Pops是一个被招安洗白的毒贩 是很有街头智慧的一个人 另外还有四个外围特工 伪装成独行天使黑帮成员 对他们进行接应 这个庞大的卧底计划 前所未有非常有创意 他们相信地狱天使绝对想不到 会有整整一个帮派的特工 参与卧底 但是这种做法最大的坏处 就是参与的人太多了 如果一人反水 就会全军覆没 那么这个卧底计划 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我喝口水 咱们记得点赞订阅 故事马上继续 2002年8月 伪装成独贩子的Pops和亚利桑那地狱天使分部的首领接上了头 这个人被叫做坏Bob BadBob 比起其他分支呢 坏Bob的分支是地狱天使里的一只弱驴 他们人头不够 每年总部给的经费不多 买装备的钱更少 他们的地区蒙古邦势力强大 地狱天使经常被蒙古邦追得满地乱跑 颜面扫地 总部因此对坏Bob的无能冷嘲热讽 经费更是缩水 形成了恶性循环 坏Bob非常急迫地想要改变现状 比较容易接近 很快啊 大鸟和Pops就成为了地狱天使的游荡者 他们一起飙车喝酒 开party 一起吸毒 完全融入了黑帮生活 他们还向坏Bob进贡了五只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 说对地狱天使仰慕已久 希望能够被收编 坏Bob对这两个人建立了信任 始终半年就顺利完成了游荡者的实习期 成为了第二阶段被观察者 然而在第二阶段 问题开始出现了 首先就是这个由ATF和FBI意想创建出来的黑帮独行天使 居然遇到了版权问题 因为好巧不巧 现实中真的有一个墨西哥摩托党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它重名了 更要命的是 大鸟和Pops作为地狱天使的外围 受邀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摩托党大游行 就在启程之前得到消息 真的独行天使也在邀请之列 如果碰到了 就成了李逵见李鬼呀 可是见在弦上又不得不发 两人只好硬着头皮跟地狱天使一起出行 当他们到达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政主也已经到了 大鸟和Pops决定建走偏锋 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问题 大鸟以地狱天使成员的免疫要求和正版的独行天使进行毒品交易 另一方面 Pops对坏Bob说 独行天使最大的头要和你面谈以后的合作细节 两边对此都没有怀疑 他们通过大鸟和Pops定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而见面的当天 警察神兵天将 一锅端掉了独行天使一干人等 而大鸟和Pops当然是拼死保护着坏Bob和其他地狱天使 转身而退 这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他们彻底解决到了真正的独行天使 又得到了坏Bob的完全信任 这边随后以最快的时间 安排他们进入第三阶段的入伙考核 这个任务是要求两人去伏击蒙古帮的一个兄弟帮派 Bed Bandidos 两人至少要交上一条人命才算完成投兵状 另两个地狱天使呢 与他们同行 明摆着就是都战来的 完不成任务 提头来解 这时大鸟和Pops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Pops觉得咱们自个人命要解 杀个人不算什么 可是大鸟却坚决反对 如果咱俩杀了人 拿到的全部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使用 我们一旦失去利用价值 ATF和FBI就会放弃整个行动 到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了真正的黑帮再也回不去了 这时候Pops突然说出了心里话 黑帮就黑帮 我还不稀罕当特工呢 大鸟最后还是拒绝了Pops的提议 他在交流站的厕所给警察通风报信 警察在地狱天使动手之前抓了Bad Bandidos的几个目标 使得大鸟和Pops的任务无法完成 坏Bob对此事明显起疑 虽然无法找到实锤证据 但是他明显对两人的态度垄断了下来 这两人就停留在了被观察者的阶段 而大鸟也感觉到了Pops的变化 这个半路出家的特工显然没有大鸟那样的忠诚度 他很享受这种吸毒喝酒玩女人的日子 黑社会的生活上他无法自拔了 大鸟隐隐觉得Pops随时可能反水 于是在情况恶化之前果断做出决定 要求ATF将Pops踢出卧底计划 2003年11月的一天 大鸟约了Pops在一条僻倾的公路上飙车 两个人停在一个弯道处休息 一辆车突然开到两人面前 三个精壮的ATF特工跳了出来 二话不说帮走了Pops 连他的摩托车也一并带走 大鸟撕坏了自己的衣服 把摩托车砸了好几个坑 再抹了一远血回去找坏爸爸 我们在路上跟蒙古邦的人打了一架 Pops骑进沙漠追杀那个人去了 地狱天使立马集结人马迅速出击 寻找Pops和蒙古邦 两天后他们找到了Pops的摩托 还有他的衣服上面沾满了黑色的血迹 随后他们发现了几个蛋壳 还有一些疑似人类残骸七零八落 他们带回了这些 以正式成员的规格为Pops举办葬礼 大鸟在葬礼上表示 追杀蒙古邦 是为Pops报仇 而这个时候 被逮回去的Pops 正在ATF特工的某个秘密地点进行戒毒 之后大鸟独自进入了那片沙漠 和另外几个特工会合后 共同演出了一场逼真的复仇记 一个人穿着警方收缴来的蒙古邦夹克 大鸟举着枪 在这个人面前叉叉叉地自拍 然后大鸟在沙地里挖了个坑 把这个蒙古邦成员给埋了 坏Bob回来看了大鸟派的照片 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他脱下了自己的疲惫心给大鸟穿上 大鸟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特工正式成为地狱天使的成员 沃地计划终于取得了突破 所有参加这个计划的人都已经开啤酒庆祝了 在他们看来 地狱天使覆灭的日子马上就会到来 但是 此后大鸟和警方的联系反而沉寂了 几个外围沃地汇报说出了大鸟的问题 他之前就有滥用药物的毛病 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下 他每天吃很多片镇电剂和兴奋剂 还有传言说他染上了毒瘾和HIV阳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大鸟已经成为了坏Bob之下的二当家 江湖地位蒸蒸日上 他像Pops一样跨越了卧底的底线 已经回不去了 如果是这样 另外四个特工的姓名完全就取决于大鸟 危在旦夕 在2004年 黑饼干行动紧急叫停 他们要求大鸟迅速去安全屋待命 在确认大鸟离开后 警方扫荡了亚利桑那的地狱天使 基地并对30多人提出了贩毒 谋杀攻击等起诉 地狱天使总部很快发现此事跟大鸟有关 他们向全国80多个分部发出追杀令 大鸟在随后的四年里东躲西藏 家人也在FBI24小时的保护之下 2008年 大鸟突然通过律师放话说 他不会出庭作证 他强调此举并不是受地狱天使的威胁 而是因为ATF不公正的待遇 ATF拖欠了他在卧底期间的工资 而另外一个传闻是 大鸟在卧底期间杀过人 他貌似拿到的证据并不能够在法庭上使用 这让大鸟成为了一枚弃子 由于不能够成为证人 大鸟和家人无法继续受到ATF保护 大鸟从此亡命天涯 直到2015年 地狱天使官方承认与大鸟做出和解 不仅仅是大鸟 其他四个外围特工和Pops 最后都拒绝交出手中有关地狱天使的证据 因为这些证据同样记录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犯罪事实 保护自己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出卖别人 这也是整个计划的弊端 大鸟就是前车之鉴 没有人再会相信ATF这个组织了 由于人证物证的严重不足 最后只有六个地狱天使成员被判刑 对形也都大幅度降低 这个耗自己千万的超大型落地计划 最终烂尾 大鸟2008年底起诉ATF 认为ATF没有保护好特工安全 而且他在拒绝作证之后 恶意将他的地址公开 让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这场官司打了六年 2014年 ATF对大鸟做出了15.8万美元的赔偿 2009年 大鸟出了一本书 寄出他的卧底生活 书名就叫做《没有天使》 这本书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首 但是他没有参与任何的签售活动 《大鸟的回忆录》里面 有专门的篇幅描写黑帮里的女人 天使女郎 她们的出身大多不怎么好 要么是街头妓女 要么是脱衣舞娘 这些女人一小部分有幸被地狱天使选中灵性 表现好的会得到一个小马甲 上面写着 某某某的所有品 地狱天使里面的一些小头目 一般会有好几个这样专属的女友 这些女人不觉得这样的马甲是性奴的烙印 耻辱的记号 她们反而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荣耀 有很多女人之间还会因此争风吃醋 名争暗奏 不仅是女人 很多小型附属黑帮对地狱天使也跟追星一般 这种小帮派被称作木偶俱乐部 地狱天使可以对这些人呼来唤去 当活累活都交给他们做 想象一下卧底的特工 在九死一生取得黑帮信任 并且爬上高位 过上众星捧月的生活 再回到政府办公室朝九玩无写报告 为了报销几块钱的早餐补贴 跟打关枪的头头勾心斗角 回家看老婆的脸色 会有怎样的心理落差 特工也是人 黑道生活对他们不产生诱惑 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生只有一辈子 放肆一把又如何 探员 卧底 黑社会 要吃得开 有出于你而不染 规范取证 双手干净 这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就如同在黑与白之间深深浅浅的灰中 找出一条明确的线 这条边界到底在哪里 卧底特工看不见 甚至连设计这些计划的人 也划不出这条线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一期 我们继续说地狱天使 在加拿大的江湖纷争 到时候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